維園連銷市場今天開羅 大部分攤檔都開始營業 有售賣蓮花的檔主說今年競爭比較大 所以即使成本有所增加都不敢加價 估計生意額和去年差不多 只要賣乾脆的部分 就有不少中學生和大學生擺檔 一場做老闆的滋味 就售賣自己設計的賀年蛇型公仔 他們都希望可以全部賣光 我們全部都要賣學生自己設計的東西 例如有蛇 還有很多CoinSpects Tissue Box 大吉等等 所有東西都很有趣 今天可以賺到錢嗎 我希望當然可以 但是希望天氣好些 你會營銷策略嗎 我們首先就開始高價開始賣 然後到遲些就開始減價 所以希望促銷到 希望在最後一天賣光所有東西回去 而行政長官梁振英抗禮 下午也有道場參觀 不過一到步就遇上示威 要由公安和警員沿途護送 他們逗留了15分鐘左右 用了100元買了4宅富貴粥後離開 梁振英光顧的花檔職員說 4宅富貴粥每宅35元但只收到100元 特首辦回應說 由於買花時情況太混亂 所以只付了100元 事後已補錢給花檔 香港天賦記者文家後報道 700元